西元1378年 有一個很愛打扮的國王 經常都要穿新衣裳 但沉重的設計師 卻沒有一個人能滿足他 有一天 城裡來了兩個裁縫師 他們對國王保證說 他們能織出最美麗 與奇特的布料 並將它織成衣裳 他們對國王說 這種布 凡是愚蠢和不称職的人 都看不見 於是國王聘用了他們 裁縫師便在空空如也的 紡織機上忙碌了起來 經過了63天 國王派出大臣 試茶衣服的製作狀況 大臣們明明什麼都沒看見 卻向國王說道 哇 多美麗的布料啊 您真有福氣 能夠穿這種高貴的衣服 於是國王穿上裁縫師 製作的新衣出巡 突然一個小男孩 從人群中跑出來 指著國王哈哈大笑說 你沒有穿衣服 修修臉 國王瞬間淪為全國人民的笑餅 但他不但沒有處罰小男孩 還賞賜他許多禮物 並誇讚他是個誠實的孩子 經過這一次的教訓後 國王成為一個 情政愛民的好元首 不再愛穿漂亮的新衣了 不是 不是 你在健身房就這樣子 不是 你趕快告訴我哪一家 哇塞 這題難 這題難 請問 這被國王誤導 背景故事 是發生在西元幾年 太帥了 故事的第一句 故事的第一句 這是國王太正了 不能知道 是國王的故 不是一個喬夫的故事 這是國王 國王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西元幾年發生了這個 國王的新衣的故事 什麼 你比清楚 對 對 對 你眼睛拿下來 對 是多少 你有沒有講髒話呢 這怎麼是髒話 這是六 六 對 好來 快寫快寫 黃先生 你知道 你有寫嗎 沒有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這次我很有把握 對 因為我認真看之外 我認真聽 你真的是厲害 對啊 我真的對你刮目相看 真的吧 很棒 應該只有我答對 對 你的數字完全是對 來 看吧 不是 我跟你講 我剛剛真的是聽到 七元7213年 那我還沒有發生耶 不是 但是他故事你只是這樣講 我跟你講 七元錢 是不是 你們三個 對 有一個數字完全對 但是呢 排列錯 不是1873 是1378 七元1378年 有一個很愛打扮的國王 不要緊張 怎麼辦 今天怎麼樣 剛剛是熱身題 我看起來很緊張 我熱身題 太好了 真正的題目開始 對 熱身題變我話 真的嗎 好不好 請問 怎麼這麼好 這個故事發生在西元多少年 啊 西元怎麼會這樣啊 來啊 請問一下啊 裁縫師工作了幾天後 國王派出大臣去四場 完了 1 2 3 63 哇塞 63 我跟你講標準答案是 63天 63天 裁縫師便在空空如也的紡織機上 忙碌了起來 經過了63天 國王派出大臣試差 這又是你啦 可是那一幕沒那麼好看 所以 所以中注 好 我也畫太多了吧 不會啊 怎麼流鼻血啊 看著那個當然流鼻血啊 第二題 請問 VCR中 安橋腳上的 襪子是什麼顏色 襪子 他沒有穿襪子 有 有嗎 有 你射盲啊 你射盲啊 反正就賭人啊 對啊 賭人啊 好玩嘛 好玩啊 對啊 好 對吧 黑 黑色 黑色 黑色是正確還是 黑色正確 正確 對啊 你那個是馬來西亞中文嗎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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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啦 你就是 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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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黑啊 馬來西亞我們放你一碼 黑 這麼好 請問安橋你怎麼風光 我會再造一件 就是那個 撥紗 你怎麼弄死人啊 背心 就是運動那種背心啊 但如果太熱的時候 還是會脫掉 就是如果真的現場沒什麼人的話 沒什麼男生的話 有沒有 偷你的毛巾 是不會到偷毛巾 拿去聞 不會到偷毛巾 可是他可能會站在器材後 就是比如說我在做器材 他就站在器材前面 然後我就說我還在做 他說沒有我在等 你會這樣嗎 對我會做那個 胸腿啊 這個男人不會講話 沒有我在這邊 你這邊做的 我幫你做安全防護來 大家好我是Pia 大家好我是Amber 大家好我是Amber 他怎麼還會站在器材 你要從我你真的轉得好嗎 今天我們要來做生菜蝦鬆 金黃克的 游泥 生菜蝦鬆成功 我愛生 我愛生 那首歌真的太好聽了對不對 我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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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好 我愛的人 超級好 超級好 我現在沒那麼多 我現在沒那麼多 不能再坐下去了 你現在很快點 吃了 四顆星 六顆星 新鮮鬆 便利於你之 不開心我更要陪他 哲平一下 哲平一下 想一下什麼是花椒滋味 你是忘記 忍著水水進來吧 你還是來吧想起來 你怎麼不知道的是 國性的主恩 珠宝赤肥 这边 这边 更困难的是 下期再见咯 这里是什么留言都是骗人的 错误的 要写一下 要写一下 留言终结者 我就是老天 非常劲害的大师资本 四成一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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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